Hello, 我是Renee 之前也有朋友問過 也會說一下 D7申請葡萄牙簽證 先說說我的經歷 之前在台灣做了一間二十多年的移民公司 跟他一路拍檔做 做了四年多些 都知道所有移民的程序 要注意什麼 有什麼陷阱 經常都會在YouTube跟大家提醒一下 又或者有很多人問 我自己做的行不行 我依然都會告訴你 過程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幫助大家去到一個開心的地方 我經常都說 我的經歷是什麼 以我有四年的移民 顧問的經驗 我大概知道應該是怎樣的 有什麼文件一定要 有什麼影印的時候 要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各樣東西 大概我也知道 好玩的地方就是 當你移民葡萄牙的時候 你網上找的資料 只可以找到十分二 我猜 另外的八份是找不到的 不論你找婆婆 英文、中文 都找不完整個程序 大概是這樣的 有列出來的 你會看到的 實際的操作是什麼呢 是無人知的 如果之前用台灣去比較 其實跟台灣有些類似 這段時間我真的覺得 跟台灣有些類似 每一個櫃位的答案 都會有些不同 跟著每一個辦公室的做法 也會有不同 你在一個外國人去申請 他們的那些辦公室 亞洲人去申請 亞洲那些辦公室 大家的要求都會有不同 雖然和一個政府 和一個國家都會有不同 這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他們的不同 是可以今天跟你說 明天就說 A加B 然後後日就說 其實是要C的 這樣 哪怕你是做了幾十年的移民公司 都好 你都跟不上 因為你無法跟 問題是 好了 我講一下D7 最基本的是 D7 就是你有被動收入的簽證 只要你有被動收入 達到他的要求 每一個月 就可以申請 當然是18歲以上的那些 這個被動收入是甚麼呢 你可以是收租的錢 你可以是你退休的錢 你可以是其他股份 股票 股份 一定有定期的分紅 各樣各樣是定期 又讓他看到 我已經是半年或一年以上 已經有這個定期的款項 去到你的名字 戶口 這是最基本的 另外就是你的存款 存款 他需要你去告訴他 你有多少存款 但是 他沒有一個額度 告訴你你有多少存款 那即是怎樣呢 那即是怎樣呢 一般現在 我在這邊已經開始 和這邊的移民律師 那些在開會 等等 了解了 有幾間 大概 聽他們說的 他們的經驗 因為我經驗 只有我親身的經驗 過度來 始終要找回這裡 去了解 整個狀況是怎樣 雖然以前有台灣的經驗 大概 就預半年到一年 的被動收入 的存額 在你的銀行 譬如 現在的被動收入 是在計算這裡的 最低公司率計 對於公司大概是 700-800歐左右 你預計 即是說 你的銀行 最好有 12個月的 800歐 辣 即是 你當8千 可不可以當10 其實應該是對8 簡單一點 8千 8千 乘到12 9萬6 銀行 就是 基本 你的財政 要讓你見到這兩件事 OK 不難 聽下去 不難 聽下去 不難 接著 要什麼呢 因為每個國家都需要 留意 接著 你已經差不多 聽下去 很簡單 對 他列出來 其實他都是要你這幾個 另外 你需要再預備 旅遊保險 大概是六個月到一年 這個不難 一買就有 買完就有 另外 你要預備 你在葡萄牙的居所的證明 譬如 你是買一間房子在這裡 如果不是 你打算租地方 你要給他一個租契看 要求6個月 但其實是12個月 你有沒有聽我 要求6個月 但是12個月 這就是律師說 其實6個月 很多時候他都會再加上去 通常12個月便穩妥 這就是有些神奇的地方 還有些什麼呢 好像越說越多 但是他寫出來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幾個 要填一張照片 你的照片 付錢 如果是齊全 其實所有文件 你就可以拿去領事館 然後你就可以申請 自己 我先說自己 現在沒有經歷 你可以申請 領事館看完之後 他需要你交方那天開始計 他要60天之內 你告訴你 這個答案 是可以還是不可以的 OK 很快 兩個月而已 告訴你 可以了 好吧 那你過來拿簽證 拿我的帳戶過來 我把簽證上去 你的帳戶 那你就可以起行 不要緊 即是說 如果你所有資料 你一個月之內 做好了 收集好了 然後兩個月給他 盡量給他 哦 你第三個月就行了 是啊 如果上一件事是順利的話 嗯 我還沒試過律師 雖然接下來我會幫大家找律師 可能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已經齊全了 所有東西 和同朋友一樣 移民公司 律師 都不得齊 如果你說不是 我想自己做的 我繼續告訴你 怎樣自己做 因為我也是自己做 我覺得沒理由 用我四年的移民公司 入面的移民經驗 做不到的 我當然是做到 我才說好 最後我也是自己做的 沒有找到台灣 其他或這邊的公司 好 那怎樣呢 那就交表 好了 因為我剛才 網上的資料都不齊 所以我第一次找的時候 我大概知道 我應該要有秘動收入的資料 我知道我要有良文證 其實就是這樣 其他那些是之後才知道要的資料 但是現在你們知道 好 那我就交方 良文證是沒有的 因為他有個時限 我也想知道 究竟是否是交方便可以 好 好 那就交了 交完之後 嗯 神奇地 他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 他收到獎方了 他要什麼文件 文件 啊 有些新的文件 當然不是網絡上面 大家一開始就找到文件 就可以了 好 那我預備我的文件 首先 我要拿到一個葡萄牙的稅務號碼 另外 拿到一個號碼 我要去開葡萄牙的銀行 嗯 那我去哪裏開這個 的稅務號碼呢 申請呢 在哪裏開這個銀行呢 在台灣的我呢 在台灣是沒有葡萄牙的銀行的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這個櫃位 好了 那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 你是有朋友在葡萄牙 他可以幫你申請這個稅號 第二 你是付錢 那些申請稅號公司 或者是律師 去幫你申請 那費用很便宜的 即哪怕你找律師也好 你找這些申請稅號公司也好 都很便宜的 那便可以找人幫助申請 好了 找了一間公司申請 那一個星期便拿到了 好 之後呢 就開銀行了 開銀行呢 就好玩了 因為你有稅號才開銀行 那如果 其實 可以去到有葡萄牙銀行的地方 譬如 如果你是在香港 在台灣的 你可以去澳門 澳門有葡萄牙的銀行 那你去那裡開銀行的銀行 那你去那裡開銀行的銀行 就很簡單 但是 因為之前 疫情的關係 我就 不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開銀行 甚至乎你可以去葡萄牙開銀行 如果你可以去到葡萄牙開銀行 如果你飛了一轉去葡萄牙的話 OK 那 只可以在網上開銀行 網上開銀行 其實只有一間銀行可以開銀行 找到銀行 那 Email找問題 沒有人回覆 只可以下載他的Apps 下載他的Apps 之後 再去慢慢做申請 他有個程序給你 當你隨意放錯 Upper額 會地上跟你說 然後還是 可以去Australiana 等下 等你何失 laughing 你建立的Apps 多了 是你會裏應付到ストーム 有提到資料 作為 cries 那把 piggyback 再建立做 對 原來可以參加 他的視像 好了 那 În IPs それ 我给他的戀愛 打他了幾天 開始打了幾天 試過打招 Job 終於打得通了 看到同事,可以跟他聊天 我現在想親省銀行 他現在一直做文件驗證 透過時像 做完了 做完之後,他說 你等吧,我們會告訴你 後來,他們開銀行大約一個月 我只可以等一個月 等完一個月,沒有聲氣 電郵問,沒有回復 習慣了沒有回復 所有的電郵 差不多 然後又試一下Apps 又打到他 也是這位同事 我想他只有一個同事 他真的很辛苦 他就問他 你這個簽名可以再簽多一個嗎 如果每天的簽名這麼簡單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要我等一個月呢 我再簽多一個給他 他就說,可以的 就這樣吧 你再等電郵 我又很乖,又等 這次我就等不到一個月 我覺得沒有理由一個月 今天晚上的簽名 三個禮拜 我已經很有耐性 三個禮拜 再聯絡他們 哎呀,這個Apps我用不了 這個Apps是不給我 再用那個方法去找他們 那就是怎樣呢 那我沒有電郵 我試試打電話 打不同的電話 電話 我們打到了 有人聽了 好啊 那我就說 我就是這樣 他就說 哦,這樣啊 我先看看 哦,原來有一個答案 我們是沒有的 我問什麼答案 那麼難啊 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職業是什麼 你電郵問我便可以 我告訴他 他就說,好啦 沒問題的 接下來你會收到電郵 又收到電郵 你會收到電郵 和確認訊 和密碼 那些Apps那裡 就可以怎樣用 我問我 好啊 大概要等多久 大概啊 兩三天就可以了 這個很快的 我就說 OK 那就兩三天了 唉 好啦,終於開到了 但都已經三個月了 只是銀行這件事 是啊,三個月 銀行之前就一個月 即是沒有四個月了 應該是用了四個月 好啦 那我就終於齊全了一個稅庫 銀行 加上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被動收入的資料 就給他 銀行的資料給他 還有 還有 旅遊保險買賣 也給他 然後 那個 梁文正那個 有申請給他 好啦,給他 對啦 給完之後 沒有聲氣 是否收到 對呀 是初步 接著呢 終於來 會不會 打電話 都整個幾兩個星期 接著就聯絡到了 哦 對呀 但是呢 你可以不可以再給我們 你可不可以 那個呢 又要再拿去哪裏 但是呢 你那個 保險 如果現在的話 即是到時到期了 那你會不會再補回幾個月 嗯嗯 那就是你想你啦 那他就 好了 租屋了 租屋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不在葡萄牙 你又怎樣租屋呢 這個真是考慮很多人 很多外國人 就直接過來這邊 旅行一次去租屋 買屋 有些是隔山租屋 幸好我這邊也要叫你有朋友 幫幫我找租屋 那他幫我簽東西 然後給錢 那又有一張contract 啊 好了 那這邊也有些類似離印的東西 那你又給他看政府的離印 那樣各樣各樣 那裏呢 又沒有了大半個月了 因為整件事呢 做事的部分呢 是不急的 所以呢 我就頭頭尾尾 就差不多沒有了半年了 不是沒有了 是用了半年了 好了 那跟著呢 哎呀我們呢 剛剛呢 就要改了一點點東西 你會不會呢 可以把你之前的文件 拿去公證啊 認證啊 驗證啊 以前是不需要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政府的部門很多都不開了 那又等了半個月 那就沒有了 用了七個多月了 好了 那些東西開始齊了 是不是 叫做 良文禁只有三個月而已 他又過了期了 那又要去申請良文禁啦 申請新的一章 我很熟悉的程序 是吧 閉上眼都會走去 好了 那之後呢 就沒有了八個月了 用了八個月了 好啦 那都齊了 是吧 對啦 真的齊了 齊了 齊了齊了齊了齊啊 齊了齊了齊了哪 齊了齊了齊了 那 那 那不就說 第一天交方到最後六十日之能 大家不明白了 那好啦 六十日之能 那就叫偈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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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禈 终于结束 终于结束 好了,要拿Visa 你要知道 台湾、香港、澳门 都是在澳门的大使馆 所以要飞去澳门 疫情的关系 你是要隔离 我当时要隔离10天 出来的时候 刚刚才是澳门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你是不能在餐厅吃东西 有大部分人在餐厅 不能去旅游 因为政府在街上收拾人 你去哪里 你不是去打枕,不去检测 你不是去特定要反攻的话 就罚款 有的,已经有的 那你就 没有了 我去澳门也没有去过澳门 我只是知道隔离酒店 还有我住的酒店 还有领事馆 那就没有了 我以为,也好 去吃一下葡萄 很久没有吃葡萄 去喝冬顶茶 那就没有了 好了,终于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 D7签证 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听上去 是简单还是不简单呢 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是简单的 但是因为太多 不定期 新的不定期 新的因素 所以会搞很久 才齊了 所有东西 有得选 我真的会找律师帮我去搞 不用烦到这样 我又不用自己去找水耗 又不用自己辛苦去找银行 一次过搞完 超简单 好了 终于搞完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葡萄牙了 之后呢 我会讲一下葡萄牙的生活 另外一些不同的签证方法 好了 今次就是这样 有什么要问的东西 你可以订阅我 在下面留言 各样的方法 你都会订阅的 好吗 未订阅我的 未订阅的 就订阅一下 分享给朋友 好吗 葡萄牙是一个好地方 暂时 我觉得住了这么久 那 稍后再拍其他影片 和大家分享 好了 拜拜